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姐姐与薛凯奇的关系都很好 姐妹情本来是一件非常温馨的事情 可是在第五轮公演前 薛凯奇用眼泪赢得了成团位 却也让好姐妹张天爱 与钟心统无言以对 一场闹剧竟是为了成团位 第五轮公演前要进行重新组队 根据规则 余文文和谭妹妹的队伍将要重组 郑秀妍和王姓林拥有选择新队员的权利 被选择的人是可以拒绝的 郑秀妍率性邀请了余文文 王姓林选择了唐诗义 其他人自动分成一组 由谭妹为带队 不过郑秀妍组在第四轮公演挑战成功 她获得了优先选择权 在郑秀妍准备选择的时候 薛凯奇没有任何表情 与其他的姐姐一样非常的平静 可是当王姓林开始选人的时候 薛凯奇的情绪非常激动 她突然哭了 表示自己不想走 不想和原来的队友分开 她的眼泪让其他人也是为之动容 甚至改变了王姓林的想法 她一开始是想选一名歌手 在谭妹为的队伍中 薛凯奇和郭彩杰是歌手 看到薛凯奇哭得这么伤心 王姓林不忍心拆散他们 于是选择了舞者唐诗义 表面看薛凯奇哭泣的原因 是舍不得队友 但是网上也有另一种说法 那就是薛凯奇之所以哭 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成团类 这种说法的理由是 在郑秀妍选人的时候 薛凯奇没哭 那就说明 如果郑秀妍选择薛凯奇 她就会欣然同意 而当王姓林选人的时候 薛凯奇却哭了 那是因为郑秀妍的队伍并不强 如果薛凯奇去了 那么除了郑秀妍以外 这支队伍最闪亮的人 就是薛凯奇 这与她在谭妹为的队伍的定位 是一样的 类似于二当家的角色 可是在王姓林的队伍 闪光点太多了 无论是实力还是颜值 薛凯奇在这支队伍 都不算是拔尖 王姓林队伍全员的人气质 都排在前十名 薛凯奇目前排在第四 这个成绩肯定会成团出道 前提是 她的地位不会被动摇 如果在王姓林的队伍 她的能力与颜值都不突出 舞台表演时 魅力肯定会被掩盖 到时候能不能排在第四位 就不好说了 除非薛凯奇还能拿出 梦中人那样的惊艳表现 无论是在郑秀妍的队伍 还是谭妹为的队伍 薛凯奇都是二当家 所以她并不拒绝这两支队伍 可一旦进入王姓林的队伍 那一切就不好说了 薛凯奇这一哭 算是稳住了自己的成团位 她只要留在谭妹为的队伍 就可以继续发光发亮 稳固自己的人气 张天爱和钟心童无言以对 薛凯奇哭泣的真正原因 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她这一哭都伤害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张天爱和钟心童 在薛凯奇哭泣的时候 张天爱与钟心童的表情很微妙 在本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姐姐们分配素食的画面 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薛凯奇成为了主角之一 她每间宿舍都去了一遍 和许多姐姐都说过 我想和你分在同一间 这其中就包括钟心童 两个人都来自中国香港 在参加节目前就已经很熟悉了 他们是同一时期的明星 交集非常多 所以薛凯奇想跟钟心童 在同一间房 是很正常的 可问题是 既然薛凯奇和钟心童 关系这么好 她为什么拒绝王姓林的队伍 她去了王姓林的队伍 不就能和钟心童住在一起了吗 这不就是薛凯奇想要的吗 我们再来看看张天爱 她是薛凯奇在节目里面认识的好朋友 在第一次公演的时候 薛凯奇和张天爱在一组 等到第二次公演的时候 薛凯奇 郭彩杰 赵梦都进入到了宁静战队 而张天爱则被分配到了纳英战队 在结果出炉之前 三人抱在一起祈祷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在私底下 薛凯奇和张天爱也拍过很多合照 其中有一张薛凯奇和张天爱 督嘴亲戚的照片很出名 很多观众也被他们的姐妹情感动到了 可如今一切都变了 张天爱就住在王姓林的队伍 难道薛凯奇建议思迁 从第二次公演后 她和张天爱就没有交集了 两个人的姐妹情也断了吗 其实薛凯奇掉眼泪 如果真的是因为舍不得郭彩杰 那她就更不应该哭了 因为这样会让张天爱和钟心童很难过 一边是郭彩杰 另一边是张天爱和钟心童 难道薛凯奇和郭彩杰的友情 已经超过了张天爱和钟心童吗 所以留下还是去王姓林的队伍 都有好姐妹陪伴 她不应该哭得那么夸张 如果是为了姐妹情的话 那薛凯奇应该走才对 因为她内威这边只有郭彩杰 而王姓林那边有张天爱加钟心童 在数量上占了优势 然而薛凯奇并不想走 不管薛凯奇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她这一哭 的确是稳住了自己的成谈席位 却也伤害了张天爱和钟心童 在早前就因为武功分足的事情 让网友不满薛凯奇哭哭啼啼 爱抱团纷纷指责她太自私 但其实王姓林并没有说过 其第一选择是薛凯奇和郭彩杰 有网友指出 其实王姓林一开始想选的是姐姐她 在上一场公演中 烂花植较低的谭内维组 和余文文组 进行了合并重组 而获胜的郑秀妍组和王姓林组 则可以成员保留 并邀请烂花植较低的 两组队伍里的姐姐加入 在四宫中 成功战胜二代师姐团的郑秀妍 优先选择了余文文加入其队伍 并表示看中余文文的音乐实力和才华 之后到了王姓林组选择时 王姓林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直呼很难选 有网友认为 其实以王姓林和谭内维的交情 还有王姓林本身不爱起争执的性格 他应该不会优先选择谭内维队的人 所以估计王姓林想要的vocal 应该就是余文文了 毕竟余文文不管是歌唱 对音乐的敏锐度 或者是舞台表现都非常好 纵观全场最适合王姓林组的队员 非余文文莫属 但非常不凑巧的是 郑秀妍也十分欣赏余文文的实力 先把余文文选走了 于是王姓林组只好重新商量 不少眼尖的观众都发现 当得知余文文被选走后 王姓林就立刻四处张望人选 加上前几次选人时 王姓林都决定得非常果断迅速 但这一次王姓林就一直纠结 毕竟第一选择被拿掉了 也让王姓林感到非常困扰 一时之间无法做下决定 这时队员吴景言 张天爱和阿萨就给出建议 如果是Vocal 就是薛凯琪和郭彩杰 但王姓林其实并不是太想要 薛凯琪和郭彩杰 但又想着要尊重队友的意见 导致他更难下判断 只是没想到后来薛凯琪爆哭 王姓林才决定放手 选择舞蹈实力强 且个人喜爱度 排名也是蛮高的唐十一 王姓林没有为了自己 而不顾其他姐姐的想法 并且在选人的时候 王姓林的目光 也一直注意着唐十一那边 根本没看到谭威维族 这些都说明了 其实王姓林并没有想过 要拆散谭威维族 但最后播出的时候 却让姐姐们背负骂名 网友都觉得是后期 为了话题度刻意剪辑成这样 其实薛凯琪不想离开谭威维队 除了顾念旧情之外 薛凯琪说你们人气真的最高 这句话也被解读为是 担心王姓林族的姐姐们人气都很高 所以相对来说 成团的竞争力相对也会提高 若是待在谭威维族里 薛凯琪就一定会保持 组内人气第二高的位置 成功出道成团几乎不成问题 另外从余文文的角度来看 有网友认为 其实他并不适合在郑秀妍的唱条组里 反而会比较适合谭威维族 而且余文文和谭威维 在四公时也已合作 默契度不错 风格也十分相近 对员郭蔡杰 薛凯琪和谭威维都是vocal 歌唱实力综合来说比较强 因此同样身为vocal的余文文 其实加入谭威维族 才能发挥他真正的实力 毕竟从节目一开始 余文文就以多次表白自己 不适合跳舞 而且在舞蹈上 自己的肢体动作也不是很和谐 因此在郑秀妍的组里 各个姐姐都是擅长舞蹈的佼佼者 这对于记忆舞蹈动作比较慢的余文文来说 压力其实是有点大 但余文文得知自己即将进入郑秀妍组 也没有扭扭捏捏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文文的大气 她先是拥抱了前队友们 并说道 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之后再走向新队友 表达自己的感激 谢谢选择我 我很开心 很荣幸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余文文会加入郑秀妍组 其实是节目组的安排 毕竟如果让余文文去到王兴林组 那么基本这场比赛就不用继续笔下去了 王兴林组的人气已经很高 在江航终合实力也不错 所以为了固承大局 才把规则定为了挑战世界团 成功的队伍先选 而不是分数最高的王兴林选择先 并让余文文加入到 没有Vocal的郑秀妍组 来平衡势力 那么多的王兴林的风格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则定 在这边的则定